請問兩位姑娘 你們瘋了 爹 杨仁, 十萬隻了 我對你愛舊份量沒有? 你走吧, 都說不吃你的蚊子 怎麼吃? 很多蚊子 蚊子 蚊子, 要滾 讓他滾 真是神奇 一天最壞的死雞症, 離了也沒大氣 你看, 大姑娘走了 找誰問我? 我… 我不是回答你了 叫你向那邊走, 真是說村莊在那邊 一定的 師父, 那邊 杨仁, 你知道怎麼做的 一百萬隻 師兄, 為什麼這裡 靖英兄開了, 當又沒有人在? 你問我, 睡午覺 睡午覺就靜了, 怎麼這麼奇怪 小心 小心 有沒有人中招? 沒事… 有沒有搞錯, 這樣都中了 讓我找到誰做的 我要去把他拉回乾淨 來吧, 打他… 死者在哪兒, 打他了… 死星, 邪死女兒… 肚鬥而已, 怎麼害怕 死丟臉 來, 來, 來 別管他們了, 我現在整身風足爛灘 找個地方下腳讓我洗澡吧 走吧 這條村的人不知道是不是發瘋 看到我們又黑狗血, 桃無劍, 糯米 對, 像是殭屍一樣, 你就算好了 你只是被人打擊而已 你看我, 想到這樣 死人狗也不知道有個菌 其實也不能怪他們 如果玉書是他們其中一個 那就該會了 怎麼會有玉書的畫像? 這就是玉書的哥哥嗎? 我來問你 別浪費我…我已經很老了 又爛又吻, 不能吃了 沒人要吃你 我來問你, 那個是誰的? 那個?那個就是斬妖天師 他專門跟我們的村子復服了航魔 他的功夫很厲害 他跟妖精打架沒人事過輸過 他真是我們這條村子的大英雄 那他在哪兒呢?當然說吧 他真是一隻狗爬 我不知道… 天師的時事都來無中去無跡 不過說, 如果一有妖怪出現 你們就會找到他了… 好, 冤孽了 玉書投胎去了做竹妖嗎? 正所謂正邪不兩男 天師為何這麼殘忍? 詩詩趁著悟空他們睡覺 竟然變成一隻大蜘蛛 偷偷地走出去 原來他想利用自己身上的妖器 吸引他一個千世情人 快點來找回自己 玉書 妖孽, 居然叫我的名字玉書 你別叫我的名字 玉書, 你真的忘了嗎? 我跟你是有縮小情緣的 五百年前, 我們一起進學堂讀書 一起敲鐘唸詩經 還有一次踢球打架, 給老師佛抄 光謀, 當然胡說八道 我堂同一個斬妙天師 又怎會和你讀書唸經 玉書, 你相信我 是真的, 我不會騙你的 相信你, 你猜我會上你的檔嗎? 受死吧 無論你是跳玉書也好, 送玉書也好 就算你怎麼對我, 我都心甘情緣 好, 那我成全你 師師… 你怎麼樣?師師… 好, 一次來這麼多妖精 不用到處找, 火馬過來 小姐 妖精, 孫悟空也不懂你怎麼做捉獵大師 齊天大師不會騙你了吧 他和你真的有縮小恩怨 我不是和你擋了道符, 你終身抱陷了 玉書哥哥, 我姐姐望穿秋水 等了你五百多年了 你還這樣對我姐姐, 你是不是人? 你打得師師那麼傷, 你不欲赤嗎? 師師姑娘對你情深而重 你問也不問就喊打喊殺了 如果他和你無關, 怎會站在這裡 任你打, 用腦子呢? 是呀, 你有腦子嘛, 為什麼不用? 阿彌陀 貧僧乃是東土大堂, 聖僧堂三藏 出家人不會說謊 你和這位姑娘確實有前世恩怨 日月昭彰, 天地為正 阿彌陀佑, 我是不會怪你的 只要你記住我們的世恩怨, 那就行了 你真的甚麼都忘記了 你記得你以前很富有的嗎? 你在姐姐上學的時候 都是你幫我給學費的 你呢? 有像師師姑娘被人欺負, 你是幫我出頭嗎? 後來被老師佛抄 抄八百多篇, 記不記得嗎? 玉書, 我們經常游山換水 你最喜歡就是下雨彈琴給我聽 你以為這樣聽曲特別有情趣 是的 你真的甚麼都忘記了嗎?你想想吧 你想真點 你們倆的感情很崎嶽曲折 應該是好心記憶才對 二師兄, 這些好心印象… 當然好心印象, 你想清楚吧 你想清楚點吧 二師兄, 我是…你想真點 大師兄呢? 大師兄, 這個時候你在耍學, 你幫我吧 我老人不是他的腦怎麼幫 你幫他吧… 快點吧 大家不需要再爭辱 凡事都要循序漸進 不可以粗糙過急 甚麼不急?我姐姐等了五百年了 甚麼不急我給你做你, 你急不急? 你急不急? 玉書呀玉書, 你上一輩子是丞相的兒子 那時候你還天天走血一血談的事 等著詩詩的 後來你還死了在那裡, 你記不記得嗎? 我是怎麼死的 你…說吧 當日你爹找了我的頭佗回來 你試出我為蜘蛛精 然後你抓了我, 還說要燒死我 然後… 然後我就陪著你, 沖油火堆 我還跟你說, 無論第幾天一世 等幾年, 我都會認回你 我記得回來了 我輸了 很久不見了 恭喜… 恭喜… 對不起… 對不起, 詩詩 對不起, 這樣對你, 我真是回憶 玉書 過了去的事我們不要再提 現在認回應該開心了, 是不是? 是 玉書, 我現在… 是不是在發夢了? 為甚麼這麼問? 因為我來不久就會發一個夢 在夢裡, 你又有這麼美的月光 你又像現在這樣, 你在我身邊, 抱著我 這種感覺真的很幸福, 很滿足 詩詩追尋了幾百年 終於找回她那個千世情人了 但她做夢也沒想到 玉書今世不是甚麼斬妖天師 而是一隻百毒的吾功精 她做了那麼多妖精, 不是威聞除害 而是要吸盡天下間的妖器 練她那種千面魔法 一旦被她練成, 就會有七十三變 比吾空還要厲害 可憐詩詩又怎知道那麼多 她還陶醉在五百年前的回憶之中 可憐, 君子好求 兄弟, 救命 正所謂天意弄人 為了這一段情, 詩詩將會大禍臨頭 還會連累唐三藏和悟空 敬佩地 剛才電話 忍著 明天 年 小 你們 穩 有